上次车祸意外,楚云荣先拉开沈青兰的行为,原本就在沈西彤的心里留下了疙瘩,这次明知道她不愿意相亲,还逼着她去,而且对方还是一个穷教书的,要说沈西彤心中不怨恨,那是不可能的。 正好看见了沈青兰,沈西彤的理智瞬间全都没了,沈青兰不愿意跟沈西彤这样的半疯子耽误时间,她还要回去打扫卫生呢,傅恒义明天就回来了。 一想到这里,她心中忍不住生起一抹急切,看着眼前还欲纠缠的沈西彤,也失了那份耐心。 沈西彤,傅恒义从来都不是你的,也从来没有在意过你,但凡她有一点点在意你,那么她就不会选择跟我结婚。 沈西彤脸上很难看。 你胡说,肯定是你使了什么手段,逼她跟你结婚的。 但是在乎我的,一定是你,一定是你用了什么窝窜手段。 沈青兰懒得跟她废话,转身离开,却见沈西彤又一次拦在了她的面前。 这一次,沈青兰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她冷冷地看着沈西彤,眼睛里没有丝毫温度。 让凯,沈西彤对上沈青兰的眼神,下意识地移开了目光。 这样的沈青兰总是让她有几分害怕。 沈青兰要走,沈西彤伸手想要拉住她,却被沈青兰反手握住了手腕。 手腕上传来了疼痛,让沈西彤瞬间摆了脸。 他,他死了,放开我。 沈青兰没有放开,反而握得更紧了一分。 看着沈西彤满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的脸,一字一句说得清晰。 沈西彤,不要舍我,也不要觊觎不属于你的东西。 否则,后果不是你可以承担得起的。 沈青兰一把甩开了她的手腕,扬长而去。 沈西彤握着发疼的手腕,看着上面明显的红痕,红了眼眶。 沈青兰,你又是凭什么这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什么是你的东西? 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即便得不到,我也会毁掉。 沈青兰回到了家,父老爷子已经上去午睡了, 年纪大了,即便是东市,父老爷子也习惯午睡一小活。 他没有去打扰,安静地回了自己的房间,开始打扫屋子。 其实也没什么好打扫的,赵姨每隔几天都会上来打扫一次, 房间里干净得很,只是沈青兰总想做点什么。 夜里,沈青兰洗完澡,躺在床上,一想到明天复痕意就要回来了。 眼底,波光闪烁,一丝睡意也没有,在大床上翻来覆去的,脑海里全是复痕意的身影。 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糊地睡着了,耳边却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 沈青兰瞬间睁开眼睛,眼中立光闪过,猛然意识到这是在傅家。 绷紧地身体渐渐放松下来。 房门打开,一抹高大的身影出现在了门口, 沈青兰一下子坐了起来,傅恒意。 尽管卧室里漆黑一片,但是沈青兰还是一眼就认出了黑影中的身影。 傅恒意没有开灯,怕沈青兰的眼睛一下子受不了突然的光亮。 摸黑走到了床边,在床沿上坐下,温身开口。 是我,是不是吵醒你了? 沈青兰摇摇头,又怕傅恒意看不见,开口道。 没有,我还没有睡呢。 傅恒意也不戳破,沈青兰的睡眠一向浅, 哪怕只有些微的声响,她也能立刻清醒。 她回来时,已经刻意放清了脚步,她依旧是醒了。 沈青兰打开床头灯,借着灯光,看清了傅恒意的脸。 她的下巴上有些微的胡渣,眼底下也有淡淡的青色, 身上穿着一身军装,她正正地看着眼前这张脸, 仅仅只是半个月没见,似乎隔了好久。 原来傅恒意在自己的心中,已经这么重要了吗? 少了。 傅恒意抬手,摸她的脸,笑道。 沈青兰甚有她摸着。 不是说,明天再回来吗? 想你了。 傅恒意定定地看着她,柔声开口, 眼底的温柔,似潮水般将她包围。 沈青兰脸颊为红,垂下了眸。 傅恒意加班加点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连夜赶了回来, 虽然忙了这么久,身体也很疲惫, 但是,看着眼前这张脸, 她觉得那些疲惫瞬间烟消云散。 我先去洗个澡。 沈青兰掀开被子,就想起来给她拿衣服, 傅恒意按住她,将被子给她盖好。 即便是开了暖气,到底是冬天, 在帽窝里好好躺着,不要感冒了。 说着起身,自己去衣柜里拿了衣服,去了浴室。 傅恒意洗澡很快,只是几分钟时间就从浴室里出来了。 沈青兰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被子,只露出一个脑袋, 感觉到身边的床塌陷下去一块, 然后自己被拦进一个熟悉的怀抱里。 沈青兰轻轻吸了一口气,沐浴露好闻的气息萦绕在了鼻尖, 那是跟她身上一样,却又不一样的味道。 她伸手将手搭在了傅恒意的腰上, 将头埋在了傅恒意的胸膛, 感受着她心脏的跳动, 心里竟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满足。 傅恒意拦着她,将头搁在她的头顶, 怀里的人儿真实的温度让她觉得异常的满足。 沈青兰的手缓缓下移, 移到了某一个不可描述的位置, 傅恒意的身子瞬间绷紧, 即便还隔着睡衣, 她依旧感受到了手上的温度。 她低下头,定定地看着她, 眼神忧伸, 似酝酿着狂风暴雨。 沈青兰恰好抬头, 与她四目相对。 傅恒意, 我想你了。 沈青兰轻轻其口, 一句话犹如一把剪刀, 剪断了傅恒意脑中那根理智的弦, 湿热地吻铺天盖地地袭来。 傅恒意没有刮胡子, 冒着胡渣的下巴, 划过沈青兰脖子上的肌肤, 引得她身体一阵战力, 口中不由地轻盈出声。 傅恒意温柔一笑, 低下头, 缓缓地吻上了她的耳垂。 长臂一声, 卧室里瞬间一片黑暗, 只听得男人粗粗地喘息, 以及女子偶尔的身形。 第二天, 沈青兰睁开眼睛的时候, 对上的就是傅恒意含笑的眼眸。 老婆, 早啊。 沈青兰微微一笑, 早上啊, 几点了? 七点。 沈青兰一惊, 竟然已经七点了, 她这是又睡过头了? 时间还早, 你可以多睡一会儿。 我已经跟赵姨说过了, 今天我们会晚点起。 饶食一关淡定的沈青兰, 听了这话, 也忍不住红了脸, 瞪了她一眼。 这话一说, 谁不知道她俩昨晚干了什么。 傅爷脸皮厚, 被老婆瞪了一眼, 反而笑咪咪地在沈青兰的脸上, 落下一个吻。 我打赌, 爷爷对此一定乐见其成。 沈小姐脸皮薄, 经不起斗, 直接拿过一边的睡衣, 就打算起来洗漱。 傅恒意一把拉住她, 定定地看着她。 就这样走了? 沈青兰一脸莫名, 不然呢, 傅爷忧怨了。 唉, 你可真是典型地用碗就扔啊。 沈青兰怒了, 送给傅爷一个白眼。 傅爷温柔一笑, 在他的唇上狠狠亲了两口, 这才放开。 好了, 起床吧。 沈青兰无许。 沈青兰和傅恒意, 洗漱好下楼的时候, 傅老爷子和傅景婷 已经散布回来了。 看着下楼的小夫妻俩, 傅老爷子老脸上的笑容 内娇一个灿烂。 他们都是早上才知道 傅恒意回来的。 以往赵姨起床的时候, 沈青兰也已经起来了。 可是今天, 一直到了早饭都做好了, 沈青兰还没有下来。 赵姨不免有些担心, 怕她身体不舒服。 于是, 想上楼看看。 结果, 用声的是傅恒意。 赵姨知道傅恒意回来了, 小夫妻俩小别顺心婚, 自然不会那么不识趣的 去打扰。 下楼时, 正好遇见了傅老爷子, 就随口说了一句, 傅老爷子就乐呵呵地 跟着傅景婷吃早饭去了。 被傅老爷子和傅景婷 看得不好意思, 沈青兰加快了脚步 去餐厅吃早饭。 傅恒意落后一步, 看着他落荒而逃的背影, 眼底的笑意更浓了。 爷爷, 姑姑。 傅老爷子恩了一声, 傅景婷笑想, 赶紧去吃早饭吧。 哎, 你等会儿, 跟小赵说一声, 让他给青兰丫头炖点汤, 你孩子呀, 多喝汤身体好。 傅老爷子吩咐傅景婷, 傅景婷听得好笑, 爸啊, 青兰还小呢, 这事不能接。 傅老爷子变脸。 嗯? 我急了吗? 我急了吗? 是是是, 您不急, 是我急。 傅老爷子一脸的, 本来就是你急了, 我可不急的表情, 背着手晃悠悠地走了。 傅景婷好笑地摇了摇头, 老爷子真是越老越孩子气了。 不过, 青兰的年纪确实小了点, 等两年后再要孩子, 其实也来得及, 只是老爷子估计等不了那么久了。 顾扬知道, 今天傅恒义会回来, 本来并不想来傅家, 但是一大早, 他爸爸就把他叫了起来, 美其名曰, 马上要过年了, 给他妈送一点年货过来。 顾扬很是无语, 傅家什么没有啊, 还需要他来送年货, 而且, 几天前他去傅家的时候, 不是已经给外公带了礼物吗? 爸, 我前天刚去过。 顾扬不想去, 今天傅恒义就要回来了, 要是碰上他大哥, 指不定他会怎么修理他呢? 顾伯文对着儿子一向都是温和的, 闻言也没有生气, 只是耐心地说道, 你外公现在年纪大了, 平时总是一个人在家, 孙子辈的也只有你跟恒义, 恒义有时常年在不对, 你理应多去看看。 眼见着顾伯文又要开始跟他讲大道理了, 顾扬瞬间投降。 爸, 您别说了, 我去, 我立马去。 顾伯文满意了, 又说道, 这次的东西比较多, 你一个人拿不了, 我跟你一起去。 顾扬无语。 哎, 爸, 你想去看我妈你就直说, 不要找这么多借口嘛, 你儿子我又不是不帮你。